第四周 OK大家好 我是火花羅 今天教大家一個 側駛迴轉的一個技巧 如果像我一樣呢 常常 驅動摩托車在山裡到處跑的話 你可能 常常像我一樣會遇到 這種狀況就是 就是你騎到一個很稀拉的第一棒 他媽的前面也沒辦法轉 後面你也退不了 你沒辦法做遠距離回轉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辦 拿計程車回家 把車丟在這邊 好像不太好 好 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個特助回轉的技巧 好 特助回轉的技巧就是 你要抓住這邊 可以握的地方 那一般來說 車子如果有手把的話就是 我後腳踏的話 是最好的方法 然後呢 把車往自己的重心 導過來 用側柱撐著 然後 這個時候 把車整個撐起來 你就可以做好 來 示範一次喔 整個側柱撐著 這個時候你的重量 應該是要放在側柱上 不需要使太多的力 慢慢穩定的回轉 回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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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有時候放下來 只是 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呢 要小心一點 就是 你的側柱 有可能會越來越斜 甚至關掉 那 運氣不好的話 也許 有一些車種的車主 比較脆弱的話 它甚至會關掉 所以這招呢 是給你在緊急狀況的時候 那 如果撐著rick 不出力的時候 才使用的 那 不要太長 condemned 每次就拿來用 以後 那個車主 都 Tel 就斷掉了 很難說 那你如果要是喜歡的呢 幫我們點個讚或是分享 那標記你的朋友 那些常常在山裡面遇到很奇怪的情況下 那希望以後 所有的東西大家都會喜歡 謝謝